我们这边有13000米,要换成km的时候,你又拿这个13000除以1000,然后它就变成是3,所以它就变成是3km OK,我们知道我的km去m的时候,它是乘1000,我回来的时候是除1000 所以在这一边,我的这一个13000,我除以1000的时候,我就有1000,然后这边就有3000,然后这边就有3000,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答案 接着8km等于多少米,我们就8乘1000米,所以它变成8000米,所以这一题的答案非常简单,它就是8000米 OK,好,就是这样了